你 你可真有钱啊 宣服也不是这么宣的呀 还好有点钱 谢谢啊 今天下午是因为日宇老师脱堂了 六天怕我录音迟到才送到我 真的 你真的没有必要向我解释 说的也是 你终于东西 表若 你的梦想 是去日本学习 将来成为一名专业的声优对吗 对呀 那为什么总是花时间 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我觉得 你现在根本就没有为了你的梦想 去努力 去专注 反而常常分散精力 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好比说 忘了听补课也好 去打工也好 还去参见什么网红节 闹出那个拍照的风波 你不觉得这些事情 都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吗 每天不知道忙什么忙到那么晚 一个女生这样很不安全你知道吗 还要麻烦别人接送 你凭什么评价我的生活 你一个住在城堡里的人 你怎么可能知道 我每天为了靠近自己的梦想 要付出多少努力 我没有那些经济基础和人脉 我只能打工去攒自己的学费 我只能多多参加活动 才可能得到一个好的机会 我一旦得到一个这样的机会 我就会牢牢地抓住 生怕会丢掉 你觉得 我不想早点回家吗 我也想早点回家 每每地吃一顿大餐 舒舒服服地开始学习 不用半夜在外面疯跑 我也想 我也想 还有 我也没请你来接我 我也没请你来接我 我也想早点回家 还有 如果今天是因为 乐天的出现 让你觉得 你在同事面前丢脸了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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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跟着我 叶淑薇 你认识我 那些东西是你寄的吧 你收到了是吗 你喜欢我为你做的那些东西吗 可能我的手还不太巧 多做几次就好了 还有手办 我的朋友从日本带回来的 过几天就到了 今天这么巧遇到你 没有化妆你不要介意 那些苦苦的东西是你寄给背耳朵的吧 背耳朵 你不能喜欢那个女人 她根本就配不上你 她根本就是 你这个行为已经是犯罪了 喂 我要报警 报警 你为什么要报警 放手 我那么喜欢你 放手 我就不放 喂 救命啊 是 非礼了 她还在现场 非礼了 对 我要报警 你说她跟踪尾随你 进了公园之后 对你有性骚扰的举动 是吗 嗯 那你能出示什么证据吗 你现在根本就没有为了你的梦想 去努力 去专注 反而常常复散经历 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这没有证据是不能立案的 嗯 我想这件事应该是一场误会 我要报警 我都说这件事情是误会了 我肯定不是误会 最近我家一直受到威胁恐吓内容的包裹 加上今天的尾随 总结这些情况 势必是这位小姐所为 那你有什么证据吗 包裹还留着的 绝对 填尔多 醒醒 我们还录节目 要迟到了 快点收拾一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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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我去 喂栗子啊 我現在就馬上穿衣服馬上過來啊 好好拜拜 快來快來快來 怎麼回事啊這麼晚 出什麼事了 沒事我做完就睡到晚了 今天就睡過頭了 好好好快快快去化妝 馬上讓節目開始了啊 好好好 真是被你們倆嚇死了 快去